有人跟老公討論過 要整形的事情嗎 有嗎 我唯一要整的 因為我其他都還滿好的 有跟老公有其他人 下一位 下一位 我有跟我老公討論過胸部 他還是我師兄的時候 我印象中我有問過他 他說他那時候說 他喜歡 在這麼封閉的年代 你們在討論這事情 在那個時候總是會聊一下 就是還是會聊豐滿的女生 對不對 我印象中他那時候是說 他還滿喜歡豐滿的女生 可是結婚之後 我每次跟他說 我想去做胸部 他都說不用 可是我覺得 妳這樣比例很好啊 對啊 因為妳就瘦瘦一點 突然有 就 不是 有時候 你看到人家 豐滿的 妳總是會 豐滿有那個困擾耶 你知道我人生中 沒有 我人生中有兩次豐滿的時候 我好開心 心情很好 懷孕 一個是 餵奶餵我兒子的時候 一個是餵奶餵我女兒 我才能感受 女生原來胸部大是一件 我跟你講 胸部大很難撐衣服 很多的衣服都 穿起來會不好看 真的啦 真的啦 會感覺很痛 只有小針 沒有這種感覺 真的 而且肩膀好痛 太重了 為什麼不是老公去變大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或是我自己手枕小一點嘛 對啊 是不是呢 我們為什麼要經過這麼痛苦 還要花那麼貴的錢這樣 沒錯 但整形沒有 不是不好 就是說 因為很像 透過這個事情 然後來恢復自己的自信 但是什麼事都是做到恰到好處 就好了 就不要過頭 不要過頭就好了 那請問一下兩位 最常對老公說的經典語錄 是什麼 怎麼就是跟哈哈一樣 可以少吃一點 鍾銘哥吃很多嗎 我跟你講 我老公 他真的是很誇張 我當年嫁他的時候 他超瘦的 而且他不知道是不是從小 可能日子很苦 因為他家裡有七個小孩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克制 桌上的東西浪費 對 然後他會 而且他吃飯他都用扒著 我常常跟他講 老公 不要扒了 整桌都是你的 慢慢吃 然後他有時候就會 因為他胖太多 為了他的身體健康 我就會跟他說 老公少吃一點 然後他每次吃完一碗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地走去電鍋那邊 我就跟他說 不是說少吃一點嗎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我裝兩口 我說那要裝兩口 就不要裝了 所以也要克制他少吃就對了 他吃他沒有辦法克制 他心情好也是吃 心情不好他也是用吃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就最常跟他講的就是說 少吃一點 少吃一點 沒有 他真的看 可是他看起來也在 可能是因為你認識他 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很瘦 因為我們現在看他 也覺得還好啊 真的嗎 真的喔 因為你看到他的時候 那時候你才小學 對 就是後來我們有碰到 在工作上 他胖非常多 請大家去搜尋一下他 當年的樣子 瘦的時候 超瘦 但為了身體健康 真的吃到要慢一點 為了身體健康很重要 對 休晴 昨晚聚會有女生嗎 因為他現在在學校教球嘛 然後常常會跟一些 就是學生家長會 跟校長 老師 教練 出去吃飯 就是飯局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晚一點回家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怎麼聚會多了一點這樣子 難免我就會順道問一下這樣子 昨晚聚會有沒有女生 然後 如果沒有他就說 當然沒有 因為都是教練 他有時候會知道 沒有啦 那個就是那個 開始滋汙 那個 那就是那個誰的那個女朋友 當然有那個女朋友 也有那個誰的老婆 有沒有女生 有啦 就是就會 卡住 你知道嗎 他說有沒有人坐在你旁邊 有也是那個他們的女朋友 有沒有 就會卡住這樣子 對… 就會問一下 就會希望他會 媽媽有時候還會跟我爸說 妳有事嗎 又來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口頭禪 對啊 妳有事嗎 然後有時候 他有時候很激動 才會抓人家頭髮 妳是抓爸爸的頭髮 還是妳的頭髮 這都有啊 他兩個都有抓 那麼的激動喔 他很激動 把他激動什麼 有時候就講到女生 就比較敏感一點嘛 是 甚至